中国女排,竞争中谁会脱颖而出,新的朱元璋能否突然问世,一年一度的世界女排联赛结束之后,中国女排进入到世锦赛时间,虽然未能以冠军开场,但新人得到了锻炼与培养的情况下,第三名的成绩也相当不错,无论是之前的五战分战赛还是总决赛,我们都看到了新人的进步与提高, 那么,世锦赛甚至东京奥运之争,谁会打动郎平脱颖而出呢? 2017-2018赛季女排联赛当中,18岁的小将李莹莹,一跃成为最耀眼的明星,不但带领天津青年女排夺得全运会冠军,更是以绝对核心的身份,带领天津女排站到联赛最高领奖台,其超强的进攻实力令她以804分孝傲得分榜, 并以45分打破了朱婷宝石的联赛单场得分纪录,来到国家队后,代表国家队的前两场比赛,李莹莹表现不俗,然而在对阵韩国的比赛中,发挥现家继得5分,澳门战的比赛李莹莹为火重用,其低迷的表现,更是被朗岛罕见的批评,最后一战德国斯图加特,李莹莹发挥抢眼,打出了自己的真实实力, 女排总决赛上,朱婷成为了各队追八的目标,与重点照顾的对象,同美国一战,第三局中国队开场落后的情况下,李莹莹替补上场,在打了不到两局的情况下,李莹莹得到了朱婷之外的第二高分14分,总决赛继军之争,李莹莹火力全开,再次贡献14分, 两场比赛,李莹莹彻底摆脱了心魔,放开了阙打,赢得一片赞誉,作为一名18岁的小将,李莹莹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与可塑性,她的未来不可限量,甚至争取一个主力位置都不是不可能,复工位置今年考察的人员最多, 而在辽宁队都打不上主力的胡明润,可以说是中国女排今年最大的收获,澳门战的比赛胡明润,空降国家队之间,成为了最大的黑马,她在场上打得快速凶狠,果断勇猛,尽往快攻,被飞,她都打得游刃有余,虽然1.87米的身高,在复工位置并不占优势, 但只要胡明润上场就能改变场上节奏,打乱对手的部署,增加中国队的战术变化,而且在总决赛面对巴西的比赛时,林威受命的胡明润,更是16扣9中拿到了9分,为中国女排赢得总决赛季军立下其功,分战在当中,胡明润73扣37中,扣球成功率达到50.68%,对内排名第一,胡明润的出现, 令中国女排的进攻更有层次,套路更加丰富,战术更加多样化,我们又有了能打快速多变战术的复工,施锦赛上,胡明润应该还会得到机会,二传雕临雨通过德国战的比赛一举打动了郎平,作为2016-2017年女排联赛最佳二传,雕临雨分配球合理,场上沉着冷静,而且篮榜相当不错, 虽然总决赛当中她的表现不是特别出色,但与丁霞、姚迪相比,她更有年龄优势,目前二传一姐丁霞的实力有所滑坡, 刁林雨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机会,主攻断放在最后时刻无缘总决赛,但她在分战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, 与出色的打修气质,还是令人印象深刻,世锦赛之前还有亚运会,瑞士女排精英赛与亚洲杯的赛事, 断放仍有机会证明自己,除此之外,王媛媛、高毅、杨涵宇,以及老新人张艺禅,也都有夺得主力位置的可能, 东京奥运还有两年的时间,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,女排的竞争激烈, 试锦赛的阵容与总决赛相比,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,不过东京奥运还有一个调整的过程, 两年的时间里,说不定又会出现新的朱婷、张长明、袁新月,或者龚翔宇,众多新人们, 谁会是下一个空降骑兵与最大黑马,谁又能上演连升三级的奇迹,一举夺得女排主力位置, 新的朱元璋能否突然问世,再次降临中国女排,共同期待,图片来源网络。